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 严重关切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 呼吁中方立即给他们复职 而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相关国家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上星期三 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宣布四名立法会议员即时丧失资格 事件引起国际关注 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成员 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的外长 发表联合声明 对于中方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表示严重关切 说中方敢做是破坏香港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 相关行动似乎是打压反对声音的一部分 五眼联盟呼吁中方 履行国际承诺和对香港人的责任 重新考虑给相关立法会议员立即复职 而是北京外交部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相关国家 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就说 从中方层面处理相关限制性的问题 合法合理 无人比中国政府更加有诚意和决心 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 共处强烈谴责五眼联盟 无端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 忽明抹黑中央政府对港政策 又强调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注定失败 无先电视记者朱少林博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